这个可以讲起来 这个就是佛法无边 佛法无边 其实这类变化的过程 都是一种比喻 一种隐喻 那个就是讲说这个 释迦牟尼佛带领弟子 到一个旷野的地方 然后他讲 佛就讲说这个旷野 可以在这里见识 可以在这里启识 启这个启识 这个地理真好 可以启一个识 结果呢 就是说第四天听到了 这个天神听到了 他就下降 下降以后呢 他就拿了三根稻草 插在那个佛陀奖的地方 然后就变成了三个寺庙出来 三个寺庙出来 因为天神本身来讲 第四天他有 他也本身来讲是 有创造的力量 创造的力量 可以这样的变化 佛法也是一样可以这样的变化